哪地方没看仔细 晚上再好好看一看 我手里他们十多张呢 再见 趴着一转身 大摇大摆的走了 方片 说让你不佩服都不行 就这么个玩意儿 咱别催牛逼 说不得瑟的 那存他们是假话 对不对 而且说卢广正 本身就不差钱 人有的是钱 为啥呀 我跟你玩命家 一个通缉犯来了 我图啥呀 啥没说 方便趴着一上车 走吧 海波一瞅的 办完了 你进屋咋说的 你不用管了 明天 这个总公司百分之一万车案 贤哥啥事没有 真的假的 真的 走吧 回去 这一说回去 都没用上第二天 当天晚上 说实话 真吓懵逼了 哎 卢广正家他媳妇都懵逼了 他媳妇都劝 说我打电话了 喂 哎 老仲啊 休息了吧 没有 我在这个办公室呢 啊 这不是你这个案子吗 我这边还得研究啊 这个准备成立小组了 这帮匪徒啊 还是比较这个狡猾的 别着急 不是 老仲啊 有件事情 我得跟你说 说 我希望你别往心里去 也别挑我 啊 没有没有 不能不能 你说吧 啊 什么事 你说吧 说这件事吧 是我自己搞错了 你自己搞错了 是什么意思 是跟小贤没啥关系 啊 说是我儿子 跟这个小贤之前 闹过矛盾 都已经解决了 打他的呢 是一伙外地人 这后来跟我说实话了 是一伙外地人 过来给我儿子打了 这个具体是谁打的呢 我儿子这边啊 说你看 也说不太明白 也是因为他对象啊 有些话 你看我就不多说了 这件事 我不告了 老卢啊 哎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是不是你的人身安全 受到了什么威胁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可以委派人员去保护你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跟你说 他是最佳一党 知不知道 没有 没有任何人威胁我 啊 说你看这个事吧 我就是思来想去的 咋说呢 说这个 我就不告了 啊 你也理解理解我 老卢啊 我希望你能够好自为之 啊 也希望你能够决定好 这件事 我没法替你做决定 啊 说如果你确定是自愿的 这件事 我们可以放弃调查 可以放到治安上 但如果这件事 真要是你受到什么威胁了 那是另一个性质 啊 我们要承担责任的 没有任何责任 是我自己搞错了 那罚款也好 怎么也好 我都认 啊 我都认 这件事啊 就到此拉倒吧 那行 那我知道了 那就这样 再见吧 啊 再见 老钟这一瞅 都撤吧 人屋里头好几个阿斯 咱就给人研究下一步 怎么去做呢 老钟一摆手 都撤吧 明天撤销了 你说撤是撤了 但老钟这钱 是不存在给你退的 哎 你给我拿钱是应该的 这个事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也算是贤哥 自己给解决了 没用到林友金 但是对于林友金来说 这个事太小了 也是没到那一步 关键时刻 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说这个事呢 也就拉倒了 卢广正 只能是自认倒霉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还是那句话 穷可骄 富可为 千万不要去 瞧不起任何一个人 这个事 咱就讲到这 明天的故事 嘎嘎的精彩 讲一讲 这个大理小子 是怎么回事 说自打94年 小哥帮着赵三 说打死魏人以后 跑了 一直处于说 是亡命天涯的状态 一直到96年的9月份 小哥带领着 手下的四大金刚 秘密的 遣回到了长村 准备要大干 和当时的 闲俄 发生了这么一个 不可逆转 不可解决的恩怨 明天的故事 嘎嘎的精彩 叮光的 咱们明天 再见